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小区 小区是一个湖景小区 整体来看就是很漂亮 看就是这种湖景 欢迎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Gigi 整个小区都是这种湖水环绕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也是一个湖景房 它是一个潮南的湖景房 所以房子里面特别亮的 现在让我们进去房子 这是一套位于休斯顿斯阿普斯 一套非常好的学区 九份学区的一套湖景房 这套房子我的推荐理由就是它很便宜 只有31万美金 而且它是高挑厅的 一套31万美金的房子能有高挑厅 并且还有湖景具备这两项的标准 那这套房子绝对是超值 我希望把更多的好房子推荐给大家 所以这个房子我也拍了一下 让大家看看 休斯顿现在还极少数的有这种很好很好的房子在 如果您想对休斯顿房产下手的话 那就赶紧快点吧 这套房子我为什么推荐呢 就是因为它在整个小区的报价是比较低的 这个小区30万左右的房子也就是一层的 但是这套房子是两层的 而又高挑厅 而且它是湖景的 而且这个湖景是在湖北的位置 也就是湖的北面 也就是它的窗户都是朝南的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 这样解释你能不能听明白 总而言之这个房子是一个朝南的房子 而且它非常亮堂 2500多尺的居住面积里面 弄得非常精致 我所说的非常好 都是按照这个性价比来讲非常好 31万美金能到的这个程度非常好 您千万不要把我所说的非常好 把它就是太扩大化 因为那您只要三十几万美金 能有这样的房子真的是非常好 并不代表它能跟40万50万或者豪宅比 希望大家对我的言论稍微宽容一点点 您先看看吧 修顿有这种比较好的房子 我都会推荐过来 一方面是让很多在观望的客户看一下 修顿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子的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把更好的资讯推荐给大家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房子 31万美金的湖景房 里面真的很美 而且这个房子在整个口区的区间当中是非常非常低的 右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但是这个主人没有放餐桌 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典钢琴 当时平均重要吧 然后一点灯都没开 今天是下午的四点钟 现在我们要往里走了 走到这儿我们就看到它的漂亮的高铁厅了 这个房子是31万美金 湖景 是整个小区两层的房子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性价比高的一套 今天阴天 所以整体来看您觉得房子可能稍微暗一点 但是这房子是个潮南的 也就是说那边是南向 所以这边会很亮堂的 可是今天由于阴天的原因吧 然后您看一下这是它的厨房 中间有中导 冰箱 然后上面我们看一下 烟道藏在里面了 您可以把这个微波炉换成中式抽烟机 就连在厨房这儿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漂亮景观 我们现在先不出去看 先看一下一楼具体的构造 然后在这边呢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客位 客位的旁边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客卧 这个房子是一概往常休斯顿房子的不同 这个房子的主卧在楼上 所以一楼呢这是个客卧 但是主人把它做成一个书房了 看能看得出来我这是下午在拍房子 而且是阴天的时候在拍房子 现在我们先上院子来看一下 因为它院子真的是个亮点 看完院子我们再上二楼吧 这就是漂亮的院子咯 一出来一只小猫咪 你好 然后你看大的拍丢 还有猫猫的房间 然后走下来 您看这个院子 阴天 看到休斯顿阴天了吗 休斯顿阴天真的不多 昨天还艳阳高照的 今天就阴天了 然后它这边呢 是拦起来了 然后护拦 然后打开门出去 就是一个码头 然后您可以在这个小码头旁边放一条小船 就可以这样开出去玩 这个湖是一圈的 所以其实蛮大的 您可以跟孩子啊 划着船在这玩一玩 而且这个湖里有鱼 再倒过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两长的2500多尺 四个卧室两个半戏 又是歼31万美金的报价 这个房子的公共区域全都是木地板 包括它二楼的公共区域也全都是木地板 看二楼的公共区域都是木地板 一上二楼右手边就是它的主卧 看它的主卧呢 地毯是刚换的 非常新 然后这个窗户和那个窗户 都是能看得到湖景的 床也很大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看它的洗手间也很精致 这边有个小台子 也很精致 另一个间 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看这个衣帽间多大 还有窗户 这就是它主卧的位置 主卧洗手间 然后呢 我们再上另外两边 真的是不能这个时候来派房子 好漂亮的小木床 好美的小木床 好漂亮 这个房间旁边 这个房间旁边是一个洗手间 这是淋浴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公主房 好美啊 为什么人家把房间都搞得这么漂亮 小而精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这套房子了 如果您对修盾的房产感兴趣 或者是对我拍的房子感兴趣 请您加我微信 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